国内本土确诊数 今天新增了76539例 而死亡也新增了145例 再创新高 而疫情呈现的男生北将 出现了黄金交叉 指挥官陈时中认为 目前疫情仍在高原期 不过发言人装人想也忧心 若民众在疫情降温之前 行为改变 恐怕会导致疫情 再度往回谈上升 而指挥中心昨天也宣布 6月起将放宽边境管制 而专家热关齐承 认为7月底或许民众就能出国玩 回台入境免隔离 国内本土割爱29号 新增76539例 境外66例 死亡人数145例 再创新高记录 看看近日本土疫情 在八九万例间徘徊 29号下降到7万多例 是否代表疫情下降 或仍在高点震荡 全国大致数目稍微缓降 那北部已经大致上 都比较平稳一段时间 我相信这都在高原期里面 而南北疫情出现逆转 明显南升北降 决中心统计 专责病房收治人数 5月26号双北收治 3168人 达最高峰 接着连三天下降 反观企与县市 节节攀升 南北出现黄金交叉 一时省镇南分析 若依目前情况 日增八九万例 快则20天 慢则35天 燃疫达15%到20人口 届时曲线折下来 甚至降到 每日新增万例以下 也就是说最快20天 6月中下旬可达低点 事实上是也很难预测 到达那之前 是不是大家行为会改变 疫情又往上谈 那这个大概是目前一个 比较会需要担心的一部分 为了缓解经济需求 协会中心已跟经济部洽谈 放宽边境 陈世忠表示 开放要看两大条件 第一是医疗量能的可承受性 第二是相关经济活动 还能撑多久 因此预计6月起 将由商务客领军 陆续公布放宽边境政策 医有经济部官员 私下表示 就是朝所短7加7的隔离天数 方向努力 专家根据数字预估 今年暑假7月底 有望出国返台免隔离 但病毒会不会再变种 是最大变数 建议人要看国际疫情发展 随时调整 解释政策向原三居台北采访报道